教學活動的設計跟實施 1 大概8分鐘左右 各位好朋友 這個單元我們會介紹 生命教育教學活動的設計與實施 在生命教育教學活動中 我們會設計一些很特別的這個活動 讓學生去體驗 讓學生去感受 或許這樣的印象更深刻 也更有趣味 今天介紹這個單元叫生生不息 我們讓他種種養菜 我們常常說生之喜悅 除了讓他們算算之子 從小到大花多少錢 去看看一個胎兒出生的經過以外 我們可以讓他當作綠手指 這個活動 我們先給每一個學生一包木樹的種子 請他們準備一個空的寶特瓶 那每一個學生我就發給他們一包種子 還有一塊紗布 那請他們就泡在這個水裡面 大概半天 然後把這個水倒掉 因為這個紗布就方便把水倒了以後呢 種子會跑出來 就告訴他們 你每天三四次給他抽水 讓他種子保持濕度 可是不要泡在水裡 很驚奇喔 半天以後那個種子就會膨脹 那麼一天他就看出那個種子 長出那個小白點 就就發芽了 孩子們很驚訝 為什麼一叫睡醒就有發芽了呢 他們都像寶貝一樣 帶進帶出在校園裡面 通常你的牧師長怎麼樣 就拋出一罐子 大家比一比看一看 蠻有趣的 這是種了四天以後的牧師 差不多長到了六七公分 當時是白色的 一曬太陽他就變成綠色了 大概一星期以後 滿滿的一瓶 滿重的喔 又茂密又重 他們都會帶一罐來 我會給他們打個分手 那個又茂又重的 A家家 那種半瓶的 大概澆水澆都會清牢 好 有個學生特別的茂密 我說你們的整個長得正好 老師 我有習慣每天聽古典音樂 我的牧師都跟著我聽音樂 確實喔 給他聽音樂 跟他講好話 牧師都長得特別的旺 那第二次上課的時候 我會準備吐司麵包 會準備吐司麵包 同學品嘗一下你們的作業 那通常這樣的一瓶木樹 我們會去用冷開水沖洗一下 再把它水滴乾淨 然後用剪刀我們把它剪開 就像這樣子放在這個盤子裡面 那我特別要介紹 這是我的助理瓊輝 讓他來給各位示範 我們怎麼樣的品嘗 瓊輝麻煩你好不好 我喜歡他們買全麥的廚師 我會請他們先塗果醬 學生會說老師我不敢吃生菜 你覺得臭脆的語音只愛我 我說我們要是我超越 每一種經驗我們都要獲得 你可以嘗一小口看看 有個學生說老師我不太捨得 吃我自己的孩子 吃他們沒關係吃同學的好了 他們很勉強的來試試 我說你看我再多一點 木修芳少一點 其實這是一個健康早餐的一個吃法 今天我們用的是藍莓 他咬了一個說老師 脆脆的還蠻好吃的 但是我們再看另外一個片子 是我的學生他做到這個活動以後 他做一個DVT檔 我們再看木樹羊很好 I found I left you out You never wait And I quit out the sound I know I know I know I stopped just past the corner And tried to clear my mind Searching for a signal I know And waited for a sign We should have seen it coming Or turning about a fear But all night bad He turned around he saying they disappear But I know 相信嗎 第一天就可以到一個來做它 它善了太陽光得作用 所以它可以跟生物的課程做一個融入教學 它可以跟生物的課程嗎 現在我們就有改成車吧 你看他長得太旺了 要不要剪開 這到底已經新奇喔 大概我今天如果現象變新任的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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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用一個很漂亮的薄罐 重感 它可以當裝飾 每天拔一些起來品嘗都可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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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一星期可以把它吃掉 在重心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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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